超商前两位男子正在交谈 但下一秒 两位身穿外送衣服的男子 冲上前直接扣住灰衣男子的脖子 仔细看看这两位外送员 首席的粉色上衣配鞋背包 外送箱子也被妥妥 但原来他们是远景假扮的 那我们先收拾 便宜刑警对嫌犯进行搜身 他是一名车手 与被害人相约超商 想在大肆搜刮一笔 警方调查又是投资诈骗陷阱 诈骗集团在脸书假冒迷失 被害人想学投资理财加入群组 里面除了教学还会报名牌 小儿获利尝到甜头后 又接着投资200万买股票 但就在诈团 始绪只未想再次出手时 被害人提出将股票的50万获利 换成现金投资比特币 被以各种拖延 他才惊觉自己落入诈骗现金 以诈骗集团过旋 约定面交地点后 将诈欺车所成功压制逮捕归案 全案依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好代被害人惊觉受骗随即报警 并以刑警机制冒充外送人员 埋伏交易地点瓶中捉鳖 顺利将车手当场逮捕 翻译向旅游转花莲提供报道